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贝从车上下来后依然保持着迷人的微笑 在保镖的送送下静止进入国安俱乐部 并接受了国安精心准备的熊猫玩具及双面刺绣等礼品 作为中超形象大使 小贝一一在国安对其足球上签名留念 随后小贝前往球场对国安队小队员进行指导客串教练 西装革履的他后退几步穿着皮鞋使出人有弯刀 景点动作打出一记半高球 不料却被门将扑出 调整好状态的小贝再次助跑 一记低频球动穿球网引来全场一阵欢呼 此次小贝来到国安参观 老朋友卡努特也作为主人全程陪伴 小贝更是不惜拿出巴黎圣日尔曼32号球衣赠予好友 中午稍作休息后 小贝驱车赶到中央电视台参加足球之夜的节目制 并与来自中国各地的球迷亲切互动 中国花剑第一人邓三也专属重庆来到检线场 花剑与足球一样都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 能玩转足球的小贝踢起箭子也是有模有样 录制完节目 在央视各位领导的陪同下 小贝参观了央视大楼 并接受对方赠送的央视大楼模型 处处故事里 小贝也送上千名球衣与表行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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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笑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